国品交易远景洋装买家 看要投开车来立刻驱车上前 对方在巷子里被逼着直接倒车 眼看无路可逃 竟然企图冲撞警车 三四名远景冲上前 狂敲他的车窗 破门直接将人制服 台中远景网路巡逻的时候 发现一个微信账号 以贩售优质韩国素生酵素为名 背后暗藏可疑线索 原本宣称的酵素其实应该是只毒咖啡包 更令人意外的是 这些毒咖啡包外包装与市售的康普茶 极其相似 高达九成的相似度 极易让人混淆误解 而八十四年次的温馨药头被逮后 还跟远景说 你曾经抓过我 原来他已经不止一次涉毒 全案讯后移送法办